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2月28日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228事件今年满71周年 为表达对先辈的怀念 台中市政府也分别在东区和大理区 举办两场追思活动 台中市长林佳龙也表示 台中市为228撰写了一系列的专书 透过口述历史 希望能够留下珍贵记录 也期盼借由追思活动凝聚族群的力量 福尔摩沙合唱团以和谐一致的歌声 为228和平追思会揭开序幕 现场气氛装严肃目 并邀请到在228事件中 消失的台中精英成星的女儿高成双世出席 希望从文化和历史出发 凝聚各族群间的力量 身为台中人都要知道 这些228消失的精英 那么我们也已经编转了三本口述历史的书 那分别是因为黑暗 所以我们穿越 暗道近处看见光 以及透光的暗迷 那就是把这些口述历史 把它编转起来之后 当作人权教育很重要的题材 朗诵诗词来表达对先辈的怀念 台中市政府分别在东区和大理区 举办两场追思活动 来到大理国光公园这边 现场也聚集不少受难家属 副市长张光瑶带领众人抹哀一分钟 表达对先辈的怀念 也希望带领大家走出悲情 要跟爸爸说吗 有很多要怎么说 要怎么说去 要跟爸爸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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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要跟他过得好就好了 亲朋好友大家都不敢来我们这 不敢来会有事 会怕 会怕会让你们拖累到 大家都有说要跟我们叫做 因为理解才有和解 所以在立法院上个会 通过了转型正义条例 希望有法院依据 把过去的这一段历史 还有这个过程能够清清楚楚 而且公开透明 让世人能够了解 线上鲜花象征守护台湾 在各界努力下 期待大家以宽恕的心 来看待这一段历史悲剧 也希望政府能够持续推动 真相调查 让真相公益早日实现 记者赖秋风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导 将出场都来到现场